喂 哇 牛都走光了 完全沒有一隻理我 果然我們安碩的放山牛 只聽牛爸爸的 講到牛爸爸 他三十年前 他是賣家具的 那為什麼後來改賣黃牛 因為他說 當時賣家具是收支票 經常被倒帳 所以想一想 乾脆做收現金的這個產業 比較有保障 當然賣黃牛 絕對是穩賺不賠 利息甚至比銀行還高 好 但是我就問牛爸爸 這麼多動物可以養 比方說可以養雞 養羊 養豬 為什麼養牛 他說 因為牛越養越有價值 越老越是保障 但是豬 羊 雞 越老就越沒價值了 這個恐怕 跟我們葉神堡葉校長 觀念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葉校長 他是養安碩九招豬的 好 直接問他 為什麼他的想法 跟我們牛爸爸不一樣 養豬就是時間比較短 資金比較好作轉 六個月就可以賣 賣掉 豬要養嗎 不是 牛 牛要兩三年 資金收短不過 比較辛苦 所以養豬比較快 等於就是豬已經在賺錢的時候 牛你還在那邊養 對 你的觀點說的 牛爸爸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就是你養豬的原因就對了 對 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種很多的芒果 種這個芒果就把豬分做有雞肥 來這個四代芒果吃肥 葉神堡校長退休後 沒有四處遊山玩水 反而當其專業的養豬農 每天都在研究 如何養出健康又漂亮的豬 後來他用金門九招發酵後的飼料 終於餵出了健康又漂亮的 安碩九招豬 在拍賣市場上 他的豬都是當天拍賣的最高價 這個裡面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 那個九招 從金門運到這裡來的 然後加薏米加米湯 再加益生菌降結劑 加水加鹽巴 按照比例來這樣混 混了以後換到這個地方 發酵三十六個小時 再拿出來 跟這個一部分的飼料混在一起 來餵豬 發酵過的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我可以再近一點 可以再近一點 不能再近 那個九招的香味跑出來了 對 整個色澤看起來好像蛋糕 只可惜我不是豬 不然我真的會狠狠地把它咬一口 這個豬吃這個九招 肉質是紅色的 不像一般豬白白的那種 就是紅色的 皮膚紅色 果然每一隻看起來都很健康 而且色澤真的很漂亮 而且色澤真的很漂亮 不會太膚 喔 精瘦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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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